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芒果会造成黑色的点呢? 原则上其实芒果长了黑斑还是可以吃的 因为芒果皮有几种论点 一种就是芒果皮含有很多的多酚氧化煤类的东西 在运送的时候如果受到了挤压 或者是你在储存的时候经过冷冻造成果肉细胞的破坏 这个物质就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物质跑出来以后就变褐色的物质 然后在外皮上产生黑色的斑点 这个情形其实被称为芒果核变 那这种其实是极限在果皮的外表 吃在果肉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另外一种状况有可能是得到的探取病 或者是黑斑病 那这个主要感染源是真菌或细菌 那其实在果肉果实的外表产生的黑点的时候 其实只要表皮没有损伤的太严重 吃这种果肉还是可以食用的 那如果假设果肉损失的太严重以后造成了发霉的状况 当然我们还是一样以健康安全为考量 还是尽量避免食用 所以呢其实在芒果或是香蕉等类的物质的水果的时候 是它只要含有多分类的氧化物的时候呢 只要表皮受损就会产生病变 那其实在氧的作用下呢 它就会产生黑色物质 那其实这种都没有深入在果内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是不用担心 只要把它清洗干净 把外表剥掉以后还是可以的 但是芒果因为它很甜 尤其是现在改良过的芒果 所以呢建议在使用上的时候 如果你有糖尿的问题的话 就建议选用 仔细选用芒果 避免血糖去飙升 那因为其实保鲜的话 因为芒果长在热带跟亚热带 其实你只要在10度细细 它就会产生冷害的现象 那在高温下有可能会造成加速腐败 所以呢其实尽量芒果买来以后 就马上使用是最好的状况下 比较不会造成多余的损害 或是变成黑色的状况 OK 那今天聊聊吧 主要聊的就是 到底水果变黑色斑点的时候 到底可不可以吃呢 其实是可以的 最后结论是可以的 其实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 你也可以去 我记得农委会他的Facebook 已经有出现宣传的一个照片 宣传的一个照片跟文宣了 可以仔细看一看 不用那么担心 没有耐流传的那么严重 OK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今天聊聊吧 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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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